大家好,我是阿堯 近來有很多學生問我 可否教他們一些 Marching 的節奏 因為在教會裡面 很多敬拜主令都要求 一些師哥打 Marching 的節奏 他們很希望在一些師哥裡面 做到一些行軍 好像一些粗兵的感覺 所以今天我決定 教大家一個簡單的 Marching Snare 的節奏 這個節奏是這樣的 音樂 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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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節奏的時候 通常學生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要用什麼手打 右手還是左手 只能單手也可以呢? 以下有兩個手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會選哪個? 我通常會教學生是上面那個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那個 下面那個是右左不斷交替 即是無論它的節奏是怎樣 都是右手 左手 右手 左手 右手 左手 但是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譬如在 Two 和 Three 那一下 你會看到左手是會和右腳一起落 在這個時候 學生都未必協調得很好 特別是初學的時候 很多時候 左手和右腳一起落的時候 都會有問題 亦都可以這樣說 你慢的時候可能沒有問題 但是打得快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出現協調的問題 所以我一般建議 如果一開始初學的時候 都可以試一下用我上面的手法 因為上面的手法 全部的大鼓 即右腳都會跟著右手一起落 這樣會容易些 亦都會容易練得快些 在練習這個節奏的時候 學生除了提出手法的問題 還會提出另一個問題 就是問 需要加大勢力 或者可不可以加大勢力 加大勢力的意思 就是加在 One Two Three 和 Four 裡面 通常為什麼他會問這個問題 他會有兩個想法 第一 就是加大勢力 會不會好聽些 第二 加大勢力 會不會容易練習些 我首先回應第一個問題 會不會好聽些 如果加大勢力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大家聽完我示範 會不會覺得 加大勢力會比較好聽些 其實剛剛我用了一個 比較誇張的打法 我的大力是很大力打下去 我自己覺得 加大勢力 太大力的話 就是不好聽的 但如果你說 加多一點點力度 在 One Two Three Four 裡面 會不會好聽些 我覺得其實是差不多的 好了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加大勢力之後 會不會容易練習了呢 我覺得答案是會的 因為我們在加大力的時候 就是 One Two Three Four 如果我們在 One Two Three Four 的時候 我們會打我們的Blaid Tromp 我們打我們Blaid Tromp的時候 我們右手在 One Two Three Four 一起大力的時候 是會容易令你 右手和右腳一起落 一起協調到那一下 但是我覺得只是 走在初學的階段 你初學的時候協調得不好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但是打熟了之後 我覺得都不需要了 你可以全部打得平均就可以了 但是當然也有些學生跟我反映 他說他不行 他打大鼓那個下 右手一定要跟著他的大力 才能打到這個節奏 我覺得問題也不大 也不會說整體的感覺差很遠 但是當然 好像剛剛這樣說 你不要打太大力就可以了 那學生練習這個節奏的時候 也會有一個常犯的毛病 就是打得太大力 那個Snair Jump打得太大力 這個情況就好像是這樣的 那麼打得太大力 太大聲 有什麼不好處呢 第一個不好處 就是 沒有了一個Smargin的感覺 好像只有一個吵的感覺 第二個 就是別人會真的覺得你好吵 特別如果你是回到一些小教會 還要打真鼓的時候 你這樣打法 就會吵架一些會眾 我也是回到小教會 所以我在小教會的時候 打這些節奏 我也是打得很小力 有幾小力 大概都是三寸 那些鼓棍拿到 當然我都可以理解學生 為什麼會打得這麼大力 這麼大聲 主要原因 他們是練得不好 協調得不好 其實他們打慢的時候 是沒有問題 他們可以打得很實力 但是當他們打得比較快的時候 他們手腳協調不到 他們只可以打得大力的時候 才可以打得快 所以 給多一點時間去練習 無論出道快的時候 出道慢的時候 大聲也可以 練到細聲也可以 那就是最好 那剛才我教這個節奏 可以用到在不同的詩歌裡面 那我以下就準備了幾首詩歌 跟大家去練習 那透過這幾首詩歌 那大家可以知道 哪些詩歌是可以用到這個節奏 第二 可以感受一下 一個margin的感覺 是怎樣的 那因為都方便大家練習 那我在這些歌裡面 都加了拍自己 那大家會容易跟著 那如果想看到這條影片的完整版 那你可以成為我Patreon的會員 那就可以看到這條影片的完整版 那還可以得到相關的練習的資料 那如果大家支持我 繼續製作一些敬拜鼓的教學 和一些詩歌的jump cover 那我邀請大家 成為我Patreon的會員 用實質的行動 支持我繼續製作 多謝大家